母亲节就要到了 除了最具代表性的康乃馨之外 还有什么花卉能够代表母亲呢 眼前这一大片的金黄色花海 是位在三支区的一座养蜂农场 农场主人从民国92年就开始 将园区内的土地种上许多植物 然而眼前一大片的金针花又曾做宣草 据了解是早期有子出远门前 会在母亲的居住地种植宣草以表达孝心 希望母亲因为照顾欣赏宣草 而让心灵有所寄托 因此金针花又有母亲花的美誉 我们普通台湾的金针都是八月九月开 因为我们北部这边八月九月大部分都是旱季 旱季你如果没厚水它开不漂亮 如果厚水很厉害 他就是给我们介绍午夜开的金针品种 因为金针就是仙草 仙草是母亲花嘛 五月又是母亲节 因为五月我们这边又是梅雨季节 比较清厚水 所以北部我们就算得五月九月金针来做 这是无心材料的 虽然一说到金针花 大家都会直接联想到台东的金针花海 但是因为与季不同的关系 这里三只所开的花旗是在五月 而在眼前这将近有两千坪的土地上种植喧草 农场主人说 由于金针花的根部抓地力强 因此也能够作为衰突保持的植物 农场主人表示金针花盛开时满山黄花偏飞的景象是相当壮观 而这几年有越来越多人知道金针花的含义 每年母亲节的前后总有许多游客到农场欣赏金针花 而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花旗提早目前已经盛开 也欢迎民众带着妈妈们一同前往赏花 记者许端一三只采访报道 翻唱或许端一诗 翻唱或许端一诗 翻唱或许端一诗